师尊丽临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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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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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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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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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至 李宗盛 李宗盛 organizations 李宗盛 密教的二十一度母 另外化现了 这个白度母 都是观世音菩萨本身的化现 慈悲众生 可以讲大慈大悲 他是第一名 这个一级棒 刚刚有没有问候大家好 刚刚没有问候大家好 好 大家晚安 那么 你好 大家好 不乖不乖塞 也跟观世音菩萨讲说 不乖不乖塞 谢谢 谢谢观世音菩萨 他今天晚上的时候 这个我们在做 九节佛风入三昧地的时候 他也 观世音菩萨也很慈悲 他有下降放光 观世音菩萨也有愤怒声 像玛头明王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愤怒声 明天这个山庄 明天这个山庄要做 马头明王的附魔 那他也是观世音菩萨的愤怒相 为什么有慈悲相又有愤怒相呢 慈悲相是对付柔的 对付柔的 这个我们心性很柔的 一看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相 就产生一种很大的信仰 对他非常的恭敬啊 非常的信仰 有一些刚强男化的这个众生呢 就是用愤怒相 用愤怒相来显现给他看 那么这个用很大的这个力量 去制服他 让他归于 这个是属于明王相 也就是属于愤怒相 愤怒相是度刚强男化的众生 那么慈悲相是度这个 一般心地比较柔软善良的众生 每一个众生他的显化不一样 所以观世音菩萨他本身也有愤怒相 甚至呢 这个大黑天 马哈嘎拉 马哈嘎拉里面呢 像那个六倍马哈嘎拉 也是属于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那个在西藏呢 特别就是有 整个西藏 几乎都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那么他的显化又不一样 他的显化是叫做四倍观音 四倍观音 他的中间的两只手 这个拿走这个如意 可以讲是如意宝 可以讲是如意宝 就模拟宝 模拟宝 模拟如意的意思 模拟宝就是如意的意思 那么另外两只手 一只手是持着莲花 一只手是拿着念珠 这是拿着念珠的 他在西藏特别就显化四倍观音 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的 很多的这个度众生 所以观世音菩萨可以称为 大慈大悲 广大灵感 南无大慈大悲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那么以前在唐朝的时候 最早呢 这个佛教进入中国 应该是在东汉 东汉 这个东汉的时代 东汉的时代 那时候呢 那个传入中国的时候 那很多人 这个 到了唐朝 东汉 汉还在唐之前嘛 对不对 唐宋延明清 然后民国 唐宋延明清民国 在随 再上去是汉 在东汉 西汉 在东汉的时候 就已经传到这个中国 到了唐朝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 有改一个名字 叫做观音菩萨 改掉一个字 本来是观世音菩萨 改掉一个字 那时候是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执政的时候 他说他当皇帝 然后所有的人说 这观世音这个事 跟李世民的事 刚好一样 所以要避开 观世音菩萨避开 要避开皇帝的这个李世民的这个事 所以才变成观音菩萨 是这个原因 其实应该李世民要改名字 怎么变成观世音菩萨改名字呢 但是那时候以为 是人皇最大 人当了皇帝 他认为他自己就是天子 就是最伟大的 连菩萨都要改名字 观世音菩萨就简称观音菩萨 以后呢 这个李世民 他不会永远的 他一下子他就翘辫子 这个人都会死的 你再怎么伟大 也会死的 那 现在又改回来 观世音菩萨 那个 我们再谈一下这个密教大爷满法 好 这里写到这个 如来的新印 受了如来的新印 释迦摩尼佛的谋定 寄生得大爷满法 我那时候啊 我记得 我有一个号 那时候 我有一次 跟释迦摩尼佛见面 就是在沙佛世界的时候 我住在这个台中 这个公园 台中公园附近 有一个净华大饭店 现在改成什么 现在 现在也改一个名字 净华大饭店好像也卖给别人 改成一个名字 然后 我住在 净华大饭店的 大概 大概几楼吧 那天 有一天晚上 那我出神 出神 出神出去 出神出去了 就好像到台北 从台中 出神到了台北 我就看到释迦摩尼佛 那么释迦摩尼佛 他是穿西装的 但是呢 不管你穿西装 还是变化什么形象 这个师尊还是认得 他是释迦摩尼佛 所以我 我写了这个 我写了这个 这一段 这一段 当然也有很多 这个佛教徒认为说 这个根本是 这个福扯 哪有说是释迦摩尼佛 穿西装 那我跟释迦摩尼佛 见面以后 我们就在这个西门丁 西门丁的一家 那个咖啡店 就坐下来 他叫来 佛陀就叫来一杯 这个咖啡 这个咖啡 他可以喝咖啡 因为他不怕 这个干扰他的睡眠 那我不行啦 我是要喝这个 地咖啡 地咖啡 就是没有咖啡音的咖啡 地咖啡 就是没有咖啡音的咖啡 我就叫来一杯 没有咖啡音的咖啡 这个出来言神 还懂得说自己 如果喝了咖啡 就会睡不着 有一次 我跟连保的爸爸吧 连保上师的这个爸爸 也到了一个餐馆 那么喝了咖啡 有一次在美国的时候 喝了咖啡 哇 真的好香 好好喝 咖啡 咖啡 很小杯的 咖啡 咖啡 一脸喝了三杯 好喝嘛 咕咕咕咕就下去了 回去以后 一个晚上看天花板 第一个晚上 我想第一个晚上 这样子已经差不多了 看天花板 应该第二天 已经累得半死了 想不到第二天晚上还看天花板 已经累得半死了 还在看天花板 第三个晚上也看天花板 我看我快要发神经了 因为三个晚上不睡觉 就会 可能会精神分裂的 也会崩溃的 也会崩溃的 第四天终于累得不行了 就睡着了 还好 我不能喝咖啡 也不能喝 tea 这个 tea 每一次在飞机上面 那个空服员 咖啡 or tea 我说 No 这是瓦头 这是瓦头 我每次都是喝冰水 喝冷水 不能喝咖啡 也不能喝茶 会影响我自己的 干扰我自己的睡眠 那我跟释迦牟尼佛见面 这个佛说 哎 你觉得这个 你自己在人间好吗 我说很不爽 很不舒服 这个出道 才出道 就被 就被围攻了 就被很多人攻击 攻击来攻击去 这样子 哇 诽谤来诽谤去 哪里受得了 他说 哎 佛头就这样子讲 我在世的时候也一样 他在世的时候也是一样 恶民留步 那时候 释迦牟尼佛也是恶民留步 这个六道外师 他们讲 那时候有六师外道 六师外道 都是很有名的 就攻击佛陀的身团 另外还有两个你的 一个就是那个 孙陀利 一个叫做战哲 两个你的 攻击释迦牟尼佛 他说 我惨啊 我将来命运可能跟你佛头一样 他说差不多了 你的命运跟我差不多了 你知道吗 只要显化来度化终生的 太有名的 被世间的人丢石头的多得很 然后很惨 然后佛就讲说 不要紧了 我给你授记 我用如来心印给你授记 成佛 这个样子 你的佛号呢 他就给我用一张白纸 那咖啡厅要来一张白纸 他用他的笔 从西装里面拿出一只笔出来 就写了 大光自在佛 我那时候觉得说 大光自在佛 就简称大光佛 大光佛 这个太大 不好 我跟释迦牟尼佛讲 这个大日不好 你认为哪一个比较好 你再帮我改一个名字吧 这个大 会让人家 会人家 会攻击得更厉害 也不能叫小光自在佛 小光自在佛 你知道吗 小光啊 我们这个联印上师 他原来的名字就叫小光 Little Light 其实不是那个小 但是他叫小光自在佛 这不行啊 这个跟我弟子 一样的名字叫小光自在佛 我也不行 那到最后呢 那佛陀就给我写着 那就要把大化掉 就变成一个伐 中伐的伐 叫伐光自在佛 我说这个还玛玛的啦 玛玛的可以用啦 这个伐光嘛 就是 其实喔 大光佛是谁 大光佛啊 就是阿弥陀佛 他是无量光啊 无量光就是阿弥陀佛 无量寿也是阿弥陀佛 无量光无量寿 大光佛 你阿弥陀经翻开来看 里面有大光佛 我怎么可以 当初也不知道是阿弥陀佛的那个号 结果他佛陀帮我改成 伐光自在佛 伐光呢 又是谁的 号啊 是将来成佛以后 就是舍利 舍利佛 舍利佛将来成佛 就叫做伐光佛 叫伐光佛 所以真的 释迦牟尼佛在给你起佛号 三继不离本行 三继不离本行 真的 这个舍利佛啊 当然也是我的过气使 这阿弥陀佛啊 也是我的根源 所以一下子起大光佛 也是对的 因为本来就是 阿弥陀佛的显化 那么在改名字呢 改名字改成伐光佛 未来三千佛 未来的三千佛 当中第一个成佛的 就是舍利佛 就是伐光佛 就是伐光佛 是所有千佛当中的手作 是伐光佛 还有一个千佛当中的手作 就是弥勒佛 还有一个千佛当中的手作 就是罗治佛 弥勒佛大家都知道 是未来佛 另外还有一个佛 罗治佛 就是伟陀父法 尊天菩萨 就是罗治佛 所以得到如来新印的 真正得到如来新印的 就是师尊 同时呢 同时呢 这个时候啊 智慧就现前了 智慧就产生出来 你那个无边的智慧就产生出来 如同吃水果一般 采来就是 今天归一的弟子啊 全是法王子 全部都是这个佛的法王子 决定成就的无上菩提 每一个人都是法王子 将来可以成就无上菩提 出邪者或久修密法的行者 要仔细分辨真正的金刚上师 如此医子 才能走上真正菩提的大道 求起得正之果 能够求起得正之果 问几个问题 小牛叫什么 我们中国特别有一个小牛 小牛 这个是中国的文字叫毒 毒的意思就是小牛 刚刚出生的牛啊 或者小牛啊 都叫做毒 那么兔子叫什么呢 小兔子叫什么呢 还有小乌龟叫什么呢 他的有智慧的回答是这样子 小兔子叫兔仔子 这个小乌龟呢 就叫龟儿子 这个智慧的问答 这个阴间跟阳间的中间是在哪里 你们都看过了啦 阴间跟阳间的中间 你躺着的时候 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到阴间气的时候 是在太平间 这个我们人啊 放这个烟火 放这个烟火往上升啊 为什么不会射到星星啊 这个智慧的问答啊 因为星星啊会散 所以一散开它就射不到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奄言流场 五千人的历史 唐代是有诗 唐诗嘛 所谓唐诗三百首 宋朝有词 填词 元代呢 有曲 民国跟清朝的时候 有小说 这个古典 古典文学 明清是小说 那么民国以后是什么呢 民国以后是什么书啊 参考书 这里有一个智慧的问题 一个离过很多次分的女人 该怎么称呼她呢 一个成语 它叫 前功尽弃 前功尽弃 我觉得 我们学佛以后啊 这个智慧会产生出来 但是这个智慧 不是刚刚所讲的那一般的智慧 这个智慧啊 是如来的智慧 佛的智慧 菩萨的智慧 佛的智慧 菩萨的智慧 都是广大无边的智慧 那个心是啊 非常的开放 心是非常的大 非常亮 无边 无边的智慧 你有无边的心 才有无边的智慧 你心越狭窄 你的智慧就越狭窄 就会顽固 就会固执 就会执着 就会任性 心量大的 一切都可以包容 所以我们学佛啊 应该是斜的是 心量越来越大 而不是心量越来越小 这一点要注意 所以你要智慧无量 如来的智慧是智慧无量 是心胸非常的广大 很大的 你要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你只要心一放开 它就进来 你心太狭小 它就不会进来 或者你心里面啊 想的东西 甜的东西太多 不懂得丢垃圾啊 这个 Gabiji 就是要丢掉的 你心里面的Gabiji 所以你要得到这个 释迦摩尼佛的心印 一定心要跟释迦摩尼佛一样 所以像你感应到佛菩萨 进来到你的身体里面 你心里一定要 要亲近 它才可能进到你里面 你才会跟它感应 所以我们讲说 这个感应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心亲近 口亲近 还有意念亲近 意念就代表心了 这个 还有身体亲近 你的身体亲近 你的口亲近 还有你的意念亲近 意念呢 就代表你的心 这一点很重要 这一点很重要 你心量狭小的 那没办法 你执着 就是执着那个 佛菩萨怎么会跟你相应呢 所以要懂得 你要放宽的心 什么事情都不会影响 影响你 那个时候 佛菩萨才会下降 在你的身上跟你合一 这个就是得到 可以讲 得到如来的心意 如同吃水果一般 采来就是 这个唐商战最近听说 西方又有了新的佛经 于是召集三位弟子 唐商战讲 我决定再去西方起经 可是想放个更快的方法前往 诸位徒弟有没有什么建议 孙悟空讲 启禀师父 听说高铁很快 我们要不要试试 铁定比你骑马快多了 朱八戒讲 师父啊 高铁再快也没有飞机快 我觉得坐飞机好 而且听说机上还有餐点可以吃 我们坐飞机去好了 唐商战讲 两位所言圣事 老三你觉得呢 只看到沙无尽 从这个衣服内 掏出一只手枪 沙无尽讲 师父 我听说这玩意 可以直接送人上西天 师父要不要试试 这个西天起经啊 那是古代的事情 古代是要这个骑马 经过思路 一直到了这个西域 那时候我们称印度 称为西域吧 称为西域 有天徒 那时候去把佛的 佛教的这个 结级的经典 送回这个中国 那时候 第一个送回中国的 应该是 这个用白马 用白色的马 这个载着佛金 然后送回到 所以第一个 建起来的是 叫白马寺 白马寺 在中国 有很多白马寺 其实第一个白马寺 是 那时候还有两个 两个西域的僧人 叫做杰摩藤吧 一个叫做杰摩藤 一个叫做土法 土法尼 还是杰摩藤跟土法尼 这两个印度的僧人 跟着这个白马一起来的 那是最早的时候了 如同吃水果一般 采来就是 其实现在 佛经很普遍 以前 这个全人起经 非常的困难 现在佛经很普遍 你打开就有了 到图书馆 就有很多佛经 你们甚至不用去图书馆 你在你的computer里面 在你的手机里面 在你的iPad里面 你要找这个 这个戒利论 三种佛经 三藏 三藏 这个三藏十二部吧 三藏十二部的经典 都有的 现在已经非常方便了 不用去这个印度起经了 印度现在佛教也大部分都没有了 就是流到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还是佛教 那么就在东南亚 这个小圣流传到东南亚 这个大圣就流传到中国 那么又流传到 古里亚 然后到Japan 到Japan 大概最普遍的 就是这个区域 到西藏 那么到台湾 就变成台湾的密宗 我们是属于台湾的密宗 综合了 所有的台湾的神 都成为父法神 像那个地母 天上圣母 都成为父法 都成为密教的神 现在呢 看佛经 就如同吃水果一般 采来就是了 你们要得到如来的智慧 你读经 采来就是了 那么利藏 是专门讲戒利的 不是 那个戒障 戒障 利也是了 经 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叫做经 经障 利藏 就是专门讲戒利的 那个论障 后来的大善知识 写出来 这个解释佛经的 就叫论障 就叫论障 其实真正佛陀讲的 就只是经障 利藏 是讲佛陀的介力 再来论障 就是大善知识 在解释佛经 当初佛经到了中国 没有东西可以解释 只有用中国原来的 道家的思想 去解释佛经 是解释佛经 是这样子的 现在的佛经 就我们像吃水果一样 采来就是了 今天归于这个 这个师尊的弟子 前世法王子 因为传承 传承是最真实 传承最真实 像大圆满法 那儿非常真实 那时候啊 莲华生大士 把大圆满法 这个俯场 在师尊的脑袋里面 在师尊的脑袋里面 所以很早我就写了 大圆满法 这本书是 民国八十二年八月再版 比这个更早 这是再版的书 八十二年再版 现在 在中华民国几年 那 减掉八十二年 多少 二十几年前 可能还更早 因为这是再版的书 还有出版的 二十几年前就写了大圆满法 十二年八十四年 所以这可以证明 这个是如来的 这个莲华生大事也是阿弥陀佛的法身 他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 跟观世音菩萨的三身合一 所以他本身显现的莲华生大事 等于是如来幸运 放到你的福场脑海里面 所有的东西就出来 今天讲这个 就等于是从我脑袋里面拿出来一样 既然是莲华生大事到师尊 然后里面不是法王子是什么 那决定成就无上菩提 出邪的或者久修密法的行者 要仔细分辨真正的金刚上师 如此医子 才能走上真正菩提的大道 求起得正之果 我们叫正果 你正果就是说 你正到了果位 这个果位当中有一个果位叫 无声法忍 无声法忍 也是一个果位 大家仔细看 那个无声两个字 法忍 任何一个东西 他能够都能够忍入 任何东西都能够忍入 这个人一定是无心的 或者谁能够忍入 一般来讲是忍是非常的困难 忍 忍制 我们中国的忍制 上面是一把刀 一把刀插在心上 除非这个一把刀插在土上 你就能够忍 一把刀插在你的心上 你哪里能够忍呢 忍就像这样子 那样子的 根本无法忍的那种忍 叫无声法忍 这无声两个字很重要 你没有心 心没有 也就是你没有念头 你完全 你等于无觉 无觉 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比那个独觉 独觉还要大 独觉还有一个意存在 无觉 就什么 什么觉悟都没有 什么觉悟都没有 完全没有 那个才叫无心道人 你得到了无心的 这一种的智慧以后 无声无心 这一种智慧以后 你才能够无神法忍 就是果味 这个时候才真正能够得到果味 有些人是 我们一般人是受不了人家的侮辱的 人家怎么给你侮辱 你就没有办法睡觉 今天晚上 你们来同修啊 看到一个同门啊 那个同门啊 走过你身边的时候给你 给你描一下 你心里不舒服啊 怎么搞的 给我白眼 给我卫生丸 或者是走过去啊 我到底得罪了他什么 我会想 哇 这回去啊 你晚上睡不着 你没有办法忍受 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侮辱 就很简单啊 很简单 那个 他 没有人理他 他也认为是一种侮辱 我们 西雅图的当事是自由入 自由出的啦 什么人来啦 他也不管 什么人走了 他也不管 这个 来了 陌生人 他也不管 然后我们守庙的 我当然不是讲哪一位啦 那 我们守庙的 人家进来了 看一眼 我看我的书 他也不管 也不给他引导啊 那个陌生人进来了 看一眼 你以为呢 你要跟他讲 典香要在那里 佛在那里 你是刚刚来的吗 新来的吗 你来这里 是 是为什么来 你住哪里 叫什么名字 那我们这里 欢迎你来参加 要介绍 然后你要介绍 哪些书是可以送人的 哪些书是要买的 我们这里有佛际部 你需要什么吗 都要介绍一下 然后要介绍这个寺庙 这个佛菩萨 他如果好奇 看到哪一尊说 这一尊是什么啊 你就要跟他介绍 我们庙里面的佛菩萨很多 他每一尊都不一定认得的 所以要跟他介绍 这是我们守庙的一个责任 不是人来了 就是让他来 人走了 就让他去 这度众生啊 我经常站在那个 那个好像是说 生活密宴那边啊 那个 有没有 那边可以看到 那街上 我们这一条路上走的人 因为我看到陌生的人 然后我就会问 刚刚有一个陌生人来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问了半天 没有一个人知道 经常是这样子的 问道以忙啊 真的 好像每个人都是瞎子 我修我的 你来啊 这个要接引众生啊 每一个都是法王子 都要接引人家进活门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不是只顾你啊 只顾你自己就变成小圣的阿罗汉啊 你还要度众生啊 你就是大圣的菩萨 每一个人来刚好吃饭的时间 你要请他到我们那个图书馆来吃饭 到我们餐厅来吃饭吧 都要请他来吃饭 那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那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不要说那个 以前 以前我的师父 涂登达尔吉 到了台湾雷尚寺 他走了半天 没有一个人认得 没有一个人认得 没有人认得他 而且也没有人理他 大家都协会了 不管他 不理他 随他来 随他去 连一个人上去招呼都没有 他说他整个庙绕了一大圈 连一杯水都没有 这是卢顺院的庙耶 怎么搞的 连一个人都没有 到最后连望上司走出来 他说 连望走出来 他说 你看看 这张照片是什么 原来我在鼎礼 涂登达尔吉 上司啊 他一看 诶 诶 诶 他才赶快顶礼啊 那是施工啊 他才 连望上司才赶快顶礼啊 诶真的耶 没有人理 我常常讲呢 有一个富豪 他 是我度的 在台湾的时候我度的 度的这个富豪 是十大企业之一 台湾十大企业之一的富豪 他穿得很随便 然后 进到台湾雷藏市来 来看 诶 这钢筋水泥都发生 清秀了 这表示还没有建好 那时候他发愿 帮 台湾雷藏市盖好 整个台湾雷藏市 心里他已经发愿 这个他一看就知道 就是没有钱盖 没有钱盖这个寺庙 所以那个钢筋都发 发秀 然后他跑到图书馆 跑到图书馆 那个卖书的 那个换卖部 他就想说要买书 这个 他就想 对着一个出家的比丘尼讲 师姐 师姐 我要来买儒生院的书 怎么可以叫我师姐 我是法师 哦 我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你是法师 法师 就叫他法师 他 请问这个卢生院的书 在哪里 在那边 你自己看吧 他就去看了 要买一些书 然后 这个法师就 对那个 我度来那一位 这个 亿万富豪 讲 对不起啊 我们时间到了 吃饭时间到了 我要去吃饭了 他就 那 那等一下怎么办 那你下次再来吧 那 这个法师就跑去吃饭了 剩下他一个人 要买书也不是 不买书也不是 不知道怎么办好 就 从 又坐车 下山 那 那这位信众 十 一亿万富豪 台湾十大企业 之一的一亿万富豪 再也不相信我 再也不相信我 所以很重要 我告诉你 我们这里面 也有 也有 算益的富豪在里面 你不认识而已 你不认得而已 有一万的富豪在里面 你们还不知道是谁呢 我也不讲 不然 很多上师 刚好在盖庙了 马上找上他 很多上师都会找他 那 我们要认明 这个 分辨真正的金刚上师 上师啊 有些是一般的 一般的 一般的 有些真正有实修的 有些真正有开悟的 但是还是有这个 心量狭窄的上师 还有 地盘上师 什么叫地盘上师呢 这一块是我的 任何人进来 我全部一脚给他踢出去 这个饼是我吃的 谁敢来吃我的饼 我就给他 一个铁砂掌 这少林寺的大力金刚掌 这个大力金刚掌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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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金刚掌就飞出去了 把它逐出 我们的地盘之外 还有真地盘的上师 这里是我的地盘 这个 这个是我的地盘 这个 这几个分堂都是我的地盘 谁敢进来 就把谁踢出去 有上师还有的 心量啊 要宽广 跟你讲无量 无量的心 很宽广 活不怕 佛菩萨有智慧 有慧眼的 有智慧的 眼睛的 他可以看到真正的金刚上师 所以 这个修行人 记得 要如此的依止 一个心量非常宽广 非常慈悲 非常懂得 知道所有的法 知道所有的法 受过无尽的灌顶 还有 懂的法 懂的慈悲 懂的信量宽广 那一种的上师 才可以去医治 将来 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要入灭 入灭就是离开这个人间 将来很多的上师 大家必须要有智慧之眼 能够看出真正的上师 依止他求起得正之果 你才能够得到正悟的果 你要努力很实修 这个上师也应该是很实修的 每天他都有在修持 都有在进步 有在修法 这样子的上师 才是真正的金刚上师 要道心很坚固的 你不要跟一个道心不坚固的 这个世尊没有讨他 这个仁伯切 世尊没有讨他 是接班人 世尊没有讨他是 这个第一等的上师 或者世尊没有特别 怎么样子 他就心里不舒服 那世尊 这个他就 退走了 退走了 那你去医治他 那不是倒霉吗 对不对 你医治到医柜 哇 也不是没有 我们中国中也有上师退道心的很多 也不少了 这个他退了 那当初你跟着他 他已经把你的口袋里面的这个 荷包全部都缩水 不只缩水啊 你身上的荷包的钱已经都被他拿光了 然后他 他既然 退出了 那你怎么追他也追不回来啊 你说怎么办 像我们大家出钱去盖好一个室 他退出了 那室本来就登记他的名字啊 他诗人的啊 那我们帮助他 到时候 师尊的荷包也 也这个 死水了 死血了 死血了 大家的荷包也都死血了 所以要认明啊 要认清楚啊 师尊不是不认明 是知道 但是想要挽救他 想要救他 想要帮他 希望他能够道心坚固 有时候也帮不了 就是人间啊 这个 很奇怪的 很奇怪 这个 师尊只要拿了人家的东西 就会想办法去帮助这个人 人家有供养 我们就必须要尽心尽力的去 去做这件事情 去帮人家 去帮助 帮助众生 不是啊 这些人哪了 哪了就跑 那你追都追不到 你要告他都很难 因为他的名下都已经变成他的名下 你说这个上师呢 这个如果还当上师呢 他能够成佛吗 所以佛陀的身团呢 当初释迦摩尼佛的身团 也是一样的 不要以为 不要以为 哪一个身团没有退到心的 不要以为 很多我看了很多 看了很多 所以人啊 心是会变的 只有佛 菩萨的心是不变的 阿修德的心是不变的 那一种无限宽广不变的心 才是叫做真正的心 才能够赠得果位 才能够赠得果位 无声法忍的果位 是这样的赠得 今天就讲到这里 Omāne Béni Hòmāna 非常感谢跟本传承上师 宝贵的法语开示 请唱颂主准备 雷藏4由以下法务活动向大家报告 明天9月14日 星期日下午3点 圣尊将在彩虹雷藏4主坛 马头冥王护魔法会 赤售马头冥王法关顶 讲授大圆满九次第法 法会现场有中英语网络直播 欢迎大家有业护士报名参加法会 详情请参看 中文会网站tbsn.org 或西雅图雷藏式网站tbsseato.org 查询 师尊的新书 怪谈一片片文集已到 同心后圣尊慈悲为大家签书 请唱颂主带领大家唱颂佛号 decid 轢人会统简单 宗谦�� 道明尊痲 作语 Hell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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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新皈依者到坛城前常跪 恭请圣尊为新皈依者坐皈依灌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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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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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 GULU LEN SHAN SIT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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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起立做大礼拜 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 Om Ah Hom 二拜诸菩萨 Om Ah Hom 三拜诸佛法金刚 Om Ah Hom 四平等一几手 同修会圆满 吉祥结束了 感谢根本传承上师的大家识 感谢师母 这位上师教授师法师同门 善信大德的护士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We now conclude this life broadcast Thank you for viewing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